我们今天要谈一下关于耶稣基督再来这个题目 在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快要来临了 你要来接我们到天家去 求主使我们能够准备好 先上这样祷告祈求实在不配 靠主的名求 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 是和耶稣基督的两次降世是有关的 在旧约圣经当中 论耶稣基督再次降世的预言 要比论到他第一次降临的预言要多八倍 耶稣在人间的时候 当代的犹太人不知道耶稣有两次降临 只知道他一来就要统治全世界 因此当耶稣没有满足他们的这种奢望的时候 他们就唾弃了他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在他复活之后 蒙徒还是指望他立即就能够掌王权 因此问他说 主啊 你呼信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就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这一点我明白 耶稣不能够告诉门徒说 天国还要等两千年才来临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 耶稣必定要再来 而且很快就会来呢 我们所有一切知识呢 都是从圣经里面知道了 圣经记载 基督将布道的使命呢 为派给他的门徒之后 他就备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门徒呢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望上身 望上去的时候 门徒们定睛望天 忽然呢 有两个人是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 问他们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 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这真是个很生动的见证 但是圣经里是不是记载 耶稣亲自说过 他一定会要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第一到第三节 有耶稣基督亲口讲的话 当时他对门徒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上帝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你刚才说 旧约经文 有论到 有关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一下 最早预言 耶稣再来的那个是谁呢 圣经里面记载 最早预言 耶稣再来的人呢 就是那个 与上帝同行的以诺 在犹大书 第十四节 和十五节里面说到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哪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在诗篇 第五诗篇里面呢 有这样的预言说 我们的上帝要来 绝不闭口 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 有暴风在他四围大瓜 他招呼上天下地 为要审判他的名 有人说 耶稣再来 将是一次秘密的事件 得救的圣徒呢 将要被神秘的忽然失踪 因为呢 就是被升天了嘛 这样说对不对呢 这是不对的 你看啊 在启示录第一章 第七节里面说 看哪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赐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在马太福音 第二十四章里面也说到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 人子的照头 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 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 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 用号筒的大身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这个呢 将是有史以来 空前绝后的 一个特大变动 诶 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 耶稣 差遣天使 将他的选民 都招聚了来 这个包括了哪些人 光是活着的圣徒吗 这个啊 将包括活着的圣徒 和一切 从死里复活的圣徒 哦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四章十六节 十七节说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遇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同在 在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呢 里面提到说 到那日 人必说 看哪 这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素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素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 欢喜快乐 那真是一个十分快乐的时刻 但是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 将会要怎么办呢 以上刚刚读的经文 不是说过吗 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吗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耶稣真的会来了 在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 提到有这一代人说 你当进入盐血 藏在土中 躲避耶和华的惊吓 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 盐目高傲的必降为悲 性情狂傲的必屈气 唯独耶和华被遵从 偶像必全然废弃 耶和华兴起是地大震动的时候 人必将为败而造的金偶像 金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 那么基督复林之前 将会出现什么时事的预兆 使人们知道他快要来了呢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 我们可以读到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 来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外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 只因步伐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那启示录的预言里 有没有提到哪些末世的预兆 是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适用的呢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十八节这么说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 连大带小 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 这里提到三个现象呢 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特点 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圣经常说 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 这里呢 却说他的愤怒临到了 表明上帝的忍耐呢 已经到了尽头 不能够再忍下去了 第二 他开始审判死人 是为了决定耶稣回来的时候呢 有多少人能够在一人复活的时候复活 第三呢 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这正是针对现代世界文明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使人类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事实 我们看到有很多事实表明 即使是耶稣不来了 人类也是很难再活下去了 是的 既然这是上帝开始审判的时候 他是不是会向全世界的人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 让人人都知道这个重大的变革呢 上帝正是这样做的 你看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说 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过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创造天地海和种水泉源的 审判分查案审判 探觉与执行三步 对不对呢 这里的施行审判 必定是查案审判 因为这个下文是劝人敬拜真神 表明罪人还有悔改的机会 审判死人的时候 应该参照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二节所说的 基督呢是上帝所立定的 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什么呢 说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 起手呢就表明这项工作呢 是有始有终 并且是要延续一段时间的 对不对呢 对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他能够在瞬间就查明 并且呢判定一万人的案情 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 起手和延续的时间呢 你说的不错 上帝的确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 但是审判的工作呢 不仅仅有上帝 而且有天使参加 但天使的能力呢 是有限的 对 在但音礼书第七章第九节 第十节说 我观看 建有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根骨常在者 侍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示例的有万万 他坐着要行审判 案卷都展开了 耶稣敷灵之前呢 他要让天使参加 审判哪一个要进天国的人 因为呢 天使也要晓得 这些犯过罪的人呢 是否靠得住 是否以后呢 不会再犯罪了 所以主说什么 反得胜的 我必不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重视者面前 认他的名 在这里呢 耶稣要亲自 为这些人做宝 那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知道 那天使宣布上帝 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的信息 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在使出行传十七章 三十一节里面说到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这里这个人呢 就是指耶稣基督 他说 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 全交于子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下面呢 我们就来查明一下 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 好 第一呢 我们说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 第二呢 他是奉献羔羊的祭祀 在西伯来书 第九章第十二节说 他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依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这个赎罪的事呢 分成两步 对不对 第一步就是 月节的羔羊 耶稣基督被杀献祭 第二步就是 大祭祀基督 在至圣所 完成赎罪的工作 这个工作时间表呢 是记在 但一礼书第八章 和第九章里面 他前阶段呢 是但一礼书 第九章 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所提到的七十个期 耶稣受圣灵 耶稣受洗的时候 受圣灵的高 开始工作时宣布说 日期满了 上帝的国境了 你们当悔改 幸福音 过了六十二个期 尼赛亚被剪除 一无所有 一期之半 他必是祭祀 与贡献之息 耶稣断气的时候呢 圣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 列为两半 预言呢 果然就巧妙的 音验了 而这个后阶段 其实于 二千三百日的终点 也就是 一八四四年 算法呢 我们是以 一日顶一年 这个算法 用七十个期的 同一个起点 也就是 公元前 四五七年 从那年的秋季呢 一直算 两千三百年呢 就到了 一八四四年 秋季的 赎罪日 就是大祭祀 耶稣 用自己的血 只依次进入圣所 成了 永远赎罪的事 上帝对这个 意向的 目的是什么呢 而这个意向 他同耶稣再来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意向的目的呢 显然 就是要 准时的发布 这一个信息 说 在末时 为主 预备何用的百姓 大多数人呢 只知道 死后有审判 却不知道 在使徒行传 十七章 第三十一节 所说的 上帝已经定了日子 实行审判 比特前书 四章 十七节说 审判要从上帝的家 起手 接受以后呢 基督 便要复灵了 可见 审判的信息呢 是与耶稣基督的 复灵 有直接关系的 对 可以叫做 复灵前的审判 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是 因此呢 在他来之前 就要检查 凡称呼他为主的人 有多少是 遵行了他父的旨意 耶稣说 凡得胜的 我也必不从 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 反过来说呢 就是凡不得胜的 主必得要从 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了 对不对呢 对 启示录 论审判的时候的 同一章的下文 是不是就讲述 基督复灵的 情景了呢 是啊 在启示录 十四章 第十四节说 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 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棉 手里拿着 快镰刀 在启示录 二十二章 十二节说 看哪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启示录 十九章 十一节到十六节说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称谓 陈信真实 他审判 征战 都按着公义 他头上戴着 许多冠冕 他穿着 溅了雪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 上帝之道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以上经文说 有说到 基督审判 征战 我不明白 他同 谁来征战呢 耶稣基督 就于那些 反抗他的势力 征战 在启示录 十九章 第十九到二十节说 我看见 那兽 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 众军都聚集 要与其白马的 并他的军兵 征战 那兽 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 曾行其事 迷惑 兽 兽印记 和拜 兽相之人的 假先知 也欲兽 同被擒拿 这说明了 基督赋灵呢 正好应付了 假基督 和假先知 所造成的危机 他们迷惑了众人呢 去敬拜假神 去守伟安息日 这说明了 基督 为什么要在 马太福音 第二十四章里面 一连三次的警告人 要警方 假基督 假先知 哦 我明白了 那耶稣 提出他 复灵之前的 最后一个预兆 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十四节 这么说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并不是说 各国的人呢 所有人都要信主 而是说 人人都要在 基督赋灵之前呢 听到这一个警告 对 也就是说 必有千万的信徒呢 认识到上帝 所交付的信息的重大 而积极的 投入了宣传的活动 对 他们火热的心呢 绝不会 比那个使徒 他们更差 唯愿呢 人人都能够争取 加入宣传基督 福灵的最后一代的 这个报喜队 是 基督接受他的警告 就说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 也不知道 子 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然后耶稣基督 怎样警告 我们说呢 他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 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 嫁娶 直到挪亚 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 你们的主 是哪一天来到 哇 这真是一个 非常严肃的警告 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对呀 我们必须要为这一件 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命名 命的大事呢 要做好准备 是 现在呢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结束的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将这一个重大的信息 传达给我们 我们也感谢你 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可以将这个信息 传给世界上的众人 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 能够完成 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 也为自己做好准备 我们先上这样祷告 祈求 实在是孤佩 靠主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